绝屈灵公测在即 这次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公测阶段绝屈灵如何配对 其实游戏初始的角兔三人组 就是很好的配对参考 玩家一开始可能不了解 这三个角色的配对上的意义 但是在游玩过程中 也可以感受到这三个角色特性的差异 安比雷属性斩击角色属于击破特性 他的强化特殊技可以打出很高的失衡伤害 妮可是以太属性打击角色 支援特性 他的招式能够聚集敌人 连携技还有降低敌人防御的效果 比利是物理属性远程角色 定位是强攻 他的战装和爆发伤害都很可观 三位角色的能力搭配起来确实非常全面 所以角兔欠那么多债还能运营下去 确实还是有点东西的 那么这三位在配对时的战术价值是如何发挥的呢 绝屈灵的战斗系统中 将敌人打出失衡是非常重要的战术 因为只有将敌人打出失衡才能触发连携攻击 很多角色的武器还有强化被动 也需要连携技触发 所以要触发连携技就要对敌人 快速的造成失衡伤害 而打失衡 击破角色是专业的 截止到三侧公开的角色中 击破角色除了安比 还有克雷达和莱卡恩是击破职位角色 而大部分角色都是强攻角色 强攻角色的技能大多数是高爆发输出 有的甚至在敌人失衡瘫痪的时候 伤害还会额外提升 这种特性的强攻角色 我个人习惯叫他处角色 总之强攻角色主要负责在敌人露出破绽 或者队伍buff叠起来后 负责伤害输出 不过强攻角色也不是越多越好 因为在场上可操纵角色只有一个 你就算选了三个强攻 也只能操纵一个来打伤害 支援角色就不同了 他虽然伤害比较低 但是一般擅长强化队友辅助充能 这样在支援工作完成后 退场到后台也依然生效 就相当于和队友同时发挥了效用 所以说配队的时候 一个负责击破 一个负责支援 一个负责强攻输出 算是非常全面均衡的阵容了 除此以外还有防护特性和异常特性角色 防护特性角色也擅长制造失衡 招式性能上更多的是防御性机制 更适合应对不好闪避的连续攻击 反直觉节奏攻击和远程攻击 目前三侧为止公开的角色 只有本比格式防护定位 以维克利斯霍华德也是三侧为止公开的 唯一一个异常特性角色 异常特性角色擅长使敌人进入异常状态 配合上三侧的紊乱机制也非常好用 这五大特性角色只能上场三个 要如何选择 当然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 不过配对泛用策略就是维绕三点 能够快速使敌人失衡 有能够在敌人失衡后爆发伤害的能力 还有辅助进一步提升伤害或削弱的能力 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属性克制 火属性克制生物类类敌人 冰属性克制乙骸类敌人 雷属性克制机械类敌人 乙态克制能量类敌人 物理属性属于万用 以我这里已有的角色为例 击破角色我只有安比 那我这里是必选的 如果应对的是高频攻击 或者快慢刀的敌人 可以考虑用大本熊 然后支援角色 我目前只有妮可 莉娜和仓角 一般情况下我会优先选择妮可 因为妮可作为初始四星角色 养成早 需要的资源也少 但是如果面对的是 大量的机械类敌人 或者机械类精英的话 妮可以太属性是被克制的 这种时候就需要换上雷属性的莉娜 因为属性克制的关系 即使只是简单的练一下等级 就可以发挥克制效果 而仓角是兵属性支援 性能与妮可类似 是克制以孩类的 支援选好后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强攻位 比利是连斜和大招 很适合对群 可灵则适合在精英boss失衡的时候 负责处决 他强化特殊技的持续伤害 压制性能也是非常好的 安东也有类似的效果 同时附带的雷属性 更适合对付机械 另外还有三册后期的限定角色 朱苑 他也是超强力的处决手 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有介绍过 只可惜这次三册 我没有抽到格力斯 不然还可以和大家展示一下 关于异常和紊乱的用法 只能留在游戏正式上线后介绍了 配队除了要考虑职责和属性 额外能力也是需要考虑的 额外能力的触发 需要队伍里有同属性 或者剧情中同阵营的角色 才能相互出发 所以配队的时候 最好还是确保有一个同属性 或者同阵营角色 不过如果在前期 或者刚入坑阶段 角色选择还没有那么多的话 放弃一些额外能力也是可以的 可以根据具体的额外能力来取舍 总之 虽然作为养成元素的游戏 将角色的数值推到极致 力大专飞 碾压敌人也是常见的玩法 但是游戏已经设计了 很多可以利用的元素和机制 将它们利用起来的话 不但可以减少养成负担 还可以让游戏玩起来更有趣 只要不是去追求游戏中 最极端最少数的那些极难挑战 其实是完全没有养成负担的 完全足够体验游戏几乎所有的内容 而我个人还是很喜欢 仔细阅读角色技能说明 理解之后思考搭配方式 最后应用于实战这样的过程 当然玩法没有优劣 全凭喜好 毕竟是游戏吧 游戏当然不会约束你的想法 不知道大家喜欢怎么样去玩呢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拜拜 拜拜